中秋节就快到了 吉安乡道乡社区发展协会特别办理 祖孙的餐桌食农共厨幸福活动 邀请专业讲师带领社区中的祖孙 和乐完成人生第一次的月饼制作 并且也分享意志桌游 让长辈与孩子们共度欢乐时光 长辈们带着家中小孩一同前往道乡活动中心 跟随着专业讲师的引导 体验手作月饼的乐趣 这是吉安乡道乡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特别办理了祖孙的餐桌食农共厨幸福活动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用行动支持老幼共学的亲情推展 爷爷奶奶跟孙子一起共享手作的幸福以外 这样的一个祖孙餐桌 还带上了我们创意型竞赛型的桌游 让爷爷奶奶也可以一起学习孩子的游戏 更可以让祖孙在餐桌上除了美食以外 更有创意跟创作在里面 还有祖孙情的一个聊天跟述说心事 这是社区温馨到位的一个铺程 道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淑儿 参与地方事务服务多年 包括家政班妇女陪礼等等 热衷公共事务 今年接任理事长一职 希望能让道乡社区更加活络 这次透过传统的手作糕点 逐一训练孩子们的感官刺激学习 并安排分享椅子桌游 让长辈与孩子们共度欢乐时光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